大家平安 平安 不好意思 刚刚那个圣经跟我的圣经不一样 第一次没有带圣经 但是OK 马太福音第一章1到6节我再讲一下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福 第二节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犹大从哈玛士生法律师和谢拉 法律师生希斯伦 希斯伦生亚兰 亚兰生亚敏纳达 亚敏纳达生拿顺 拿顺是撒 生撒门 撒门从撒拉士生华士 法律师从布德士生厄别德 厄别德生耶稀 耶稀生大卫 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索罗马 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1到6节 然后16-17是这样说 亚各生耶稣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17节 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 从大卫到先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 从先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各位平安 平安 这一步跟大家谈论是卷选比信仰的创生 在我们受教育的过程 学生都从课本老师从教育部那里得到 我们人是怎么来的 进化来的 都是进化来的 对吗 都是进化来的 对吗 对 你知道进化这个进化的课程 在那个进化的课程里面 就把人 把台湾人给带离开上帝的面前 你知道吗 进化有没有谈到上帝的创造 进化就是否定上帝的存在 OK 各位平安 而当台湾这个系统在这样做的时候 请问基督徒在哪里 由谁出来讲话 当把一个国家 一块土地 通通带离开上帝的面前 否认上帝的存在 否认人是从上帝来的 这是我们的教科学习 这是我们的考试 基督徒讲话 各位这个比什么都重要的一个课题 但是我们保持沉默 在我们的信仰上 我们否定了这一套 但是当我们否定的时候 你要记住 我们的孩子还是继续要读那一本教的书 我们的孩子要继续要考那个试 他没有继续 他没有照片的作答 我们的孩子就沉溺 所以还是要照着 然后我们无形中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下一代 都无形中被带离开上帝的面前 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我好像都适了不见 OK 圣经 他告诉我们说 不 人类的存在 世界的存在 是由于上帝的创造 上帝创造了之后 又把人造了人 把人放在他所造的宇宙万物当中 叫人去管理 成为这个宇宙万物的管理者 大地上帝落实在每一个地方 所以每一个人你说住的地方 你要成为那一块土地的管家 而且要成为好的管家 OK 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说 基督徒你被安置在 比如说我们被安置在帐号 就在帐号这一个地方 基督徒你要怎么扮演你的角色 基督徒你要如何活出一个 基督徒的样式 你的生命里头有上帝 跟没有上帝的人 OK 这个区隔在哪里 你知道 假如你接受的是建化论 我们都是从 人是从谁变的 星星变的 那一直 一直从 我的生物老师就在这里 让我上一课吗 然后 人的原始 是从 星星沸沸 然后一双对 从水里上来的 假如你接受这一套 你的生命本身是没有目的的 今天你我的存在是偶然的 所以外面的世界应该接受那一套 所以很多人在讲话的时候 今天我们两个相遇是因缘 对吗 是出于因缘 但是假如你放弃了这个进化论 如果你接受的是上帝的创造 那么今天你我能够相继在一起 这里有上帝的旨意 对吗 所以因缘跟上帝的旨意 就在这里 建立了两套系统观 今天你可以成为我的朋友 今天有幸我成为你的丈夫 你成为我的妻子 然后我们都有上帝的旨意在 那个旨意就从这里开发出来 因为我们相信 一切都是在上帝的造化 一切都在上帝的有意的安排 我们说这个是进化的还是被造的 被造 所有的被造都有它的目的 都有它存在的功能 你我假如我们相信是进化来的 我告诉你 你不必那么辛苦生活 你随便生活就好 没钱 没钱 没钱就抢啊 反正老命一条啊 抢过了就是你的啊 抢不过就是老命一条啊 所以坏人 坏人 常常这个社会上 坏人活的都比好人生活更好 对吗 你就跟歪一下就好嘛 一切 进化论到最后 你要注意你自己的生命 因为你要继续往前演化 所以要注意你自己 让你自己的环境更好 所以你可以无所不用积极 这是进化论 一切要 你自己本身 这个在进化论就有一句话 物净天整 物净天整 事得生存 对吗 对 所以进化论本身是在讨论生存的原则 但是创造论讨论的是 你要如何有一天你要面对上帝 这完全两套不同的价值观生命的系统 但是我们这里又有两个圣路老师 但是我们只给一套 而且是无神论的那一套 就把上帝给推到世界的另外一端 注意 今天我们用一点时间在说卷行 创造了之后 有这个创造的信仰 我相信我的生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上帝造我 就像我们眼前的任何一个区域 被造一定有它的功能目的 那我在上帝面前 我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我告诉你每一次你在对一个人 他的生命遇到危机 然后他一直没有办法活下去 你就是陪坦者就是在重新 让他捆乱的灵安定下来 然后重新为他找到他存在的目的 帮助他找到他的价值 他生命的目的 这个只有在创造论里面才有这个 很多夫妻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遇到很大的冲击 到最后还是回到说 我们是有信仰的人 我们如何再重新再来调整 到底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当初在一起是为了什么 一定有上帝的旨意 我们重新再把自己打破 然后放在上帝那边前 我们重新再来走一遍 这个就把他们又拉扯到那边 所以在这个创造问题 那今天 创造之后 人那么多 为什么在万人当中 你跟我 我们就在这个教会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那里谈到了卷学 彰化市有那么多人 请问你彰化市有多少人口 大概有三十万吧 我们彰化市人 彰化市的人口 刚好是全台湾的百分之一 彰化市 二十三万 二十三万 百分之一 当牧师的对这个要有灵感 对不对 哈哈哈哈 彰化市刚好是全台湾的百分之一的人口 OK 那这个二十三万的人口当中 只有少数的人 认识这一位神 归顺这一位神 虽然有一群 一小 一小 错的人 他们认识了神 他们宣告他们的生命 跟这一位创造主有关系 但是就这一小错的族群当中 只有少数的人 他真的认识说我的生命真的是 从他而来 虽然有一些人相信了 但是他的生活没有这个概念 我希望你我我们天天都在这里 上帝全选了 上帝在你的学校捲选你 因为只有几个基督徒 而且不是每一个基督徒 都有那个生命观 上帝在你的职场里面 就捲选了你 上帝在永福这一个社区捲选了你 我在彰化市 OK 那我们在这一群人当中 我们要不断的 不断的 要培育我们这样的信念 我是被捲选了 捲选了之后 被安置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我也在寻求那个意义跟功能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你是上帝特许的 你是上帝特别捲选的 不可以随意随便生活 而且真的是要用心生活 OK 各位 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创世记 十二章 上帝卷选了亚伯罗汉 那时候他含有叫做亚伯罗汉 他就亚伯兰 一个很平凡的人 亚伯兰 他将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然而我要使你的名为大 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的国 各位 当上帝的声音领到他的时候 他七十五岁 请问七十五岁的他有多少子孙 连一个 连一个都没有 七十五岁 上帝你在开玩笑 但是上帝的呼召临到他 上帝的卷选临到他 他真的就像刚刚我的老师代王读的圣经 他接受这个信息 他就真的就离开了 离开了他的父家 他走向一个未知的未来 各位 这在信仰上也在告诉我们说 你的未来你是未知的 但是只要你有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 你的心里有上帝的人 上帝要呼召你走向一个 你完全未知的未来 但是整个这一条人生的路 所以未知但是你要坚信 前面有一个abay the future 在你面前 孩子 我连一个孩子都没有 我的后代怎么能够成为大狗 那个应许跟现在的情况落差太大了 但是他 然后亚伯兰说 他领受了这个呼召跟卷选之后 他就离开了父家 离开了本地 后来在他一百岁的时候得了一个孩子 一百岁有了一个孩子 然后上帝的话又来了 你要把他献给我 他娘刚才只是唯一的希望 竟然又要我把他献 你什么叫做献 就是把他杀了 就像在杀鸟一样 他真的就要把他献 我知道你的心 你是顺从我的 你是相信我的 知道吗 你以后来一只羊 必备了在旁边有一只羊 抓来带去 信心之路 信仰之路就是一个信心之路 你知道亚伯兰的父亲是做什么的吗 亚伯兰的父亲塔拉是在磕偶像的 OK 那这个就像我们台湾的许多的家庭一样 亚伯兰的出生 他的原生家庭父亲就是磕偶像 竟然从磕偶像的 从那个路感那个最 偶像化的一个地区 竟然出了一个他的家 有一个后旦 听到了上帝的呼召 离开他的偶像的父母亲 然后离开他们家的家床 然后往一个未知的方向走 你要知道他要这样子 信仰就是走向上帝要你走的未来 不要怀疑 各位 假如你能够有这样的信念的话 我要告诉你 你最好的人生的那一部分还没有出现 不管你现在几岁 你生命当中最好的那一个部分还没有出现 我不知道你这个这么看不看不看 你这样子看得到吗 可以吗 可以吗 他拉就是亚伯兰的父亲 他拉有一个妻有一个妾 亚伯兰的太太叫什么名字 亚伯兰 亚伯兰也有一个妾 叫做夏甲 亚伯兰跟他的妾生了以什玛利 他们是黑人 他们是黑人 亚伯兰跟他的太太 莎莱 到了亚伯兰也一百岁的时候生了以什玛 圣经的故事到这里 以什玛利就没有了 因为世上现在所有的这一些回教国家 都是以什玛利的后代 几乎都是以什玛利的后代 但是他已经不在 这个圣经的正统这一边 他的故事就暂时到那里 以撒单传 他这个单传 以撒跟蒂白家 生了以撒跟雅各 OK 雅各 跟他的阿公 这边这个家 雅各跟他的阿公 两个娶子 结婚 所以雅各有几个太太 两个太太 那每一个太太身边又有几个女奴 女奴女奴女仆 然后雅各又除了跟拉班两个女儿 女儿结婚 这个女儿又有他的女仆 然后雅各又从他的女仆 又生了孩子 亚伯兰跟撒来的女仆 也生了孩子 各位这是圣经的正统 你继续一直走下去 你继续一直走下去 这个都是圣经的正统 很不幸的 这不只是圣经的正统 这是当时将近四千年前 那时候的人都是这样子 无论你是哪一个族群 我手上的资料 一直到罗马帝国耶稣的时代 都一样 这是一个人类史的正统 东方在东方 有没有这样的传统 有没有 有没有 如果你们说以前 你们说以前 你们说以前 你们做以前 阿公 阿祖 要怎么说 阿祖 我要怎么说 阿祖 真主婦 真主婦那一代 只要他是社区里面 比较有地位的人 有钱的人 一定都有切 就是任何一个群组 族群 都存在这样一个传统 而且 以前的人都有 都 等一下 我要讲一些 稍微有点颜色的 故事 夏甲 夏甲 是阿拉的 女仆 既然是她的女仆 既然是她的女仆 谁是主人 雅伯拉罕就是主人 雅伯拉罕就是主人 他们都有责任 为雅伯拉罕的家族 生产到国 成为更大的家族 所以那时候的女仆 所以那时候的女仆就是蓝人的什么 财产 跟生产工具没有错 那夫人旁边 这个是大家族 有钱的大家族 每一个夫人身边都有几个仆人 她们也要同时有义务 为她们的主人 贡献 生产 让我主人的家族 人口怎么样 信奉 更多 有促心吗 有促心吗 OK 这是传统以来 这是传统以来 所有的故事就是这么演变的 让我的家族 让我主人的家族 OK 有没有 暂时到这里 我们故事 雅伯 你知道雅伯有两个太太 然后两个太太都有她的妻 都有她的女仆 所以每一个女仆 每一个太太的女仆 又跟雅伯 她们的主子又生了孩子 记得 你就是女仆生了孩子都归谁 注意这一件事 你回去读圣经 这是你主人 你主人的女仆 跟她的主子生了孩子 这个女仆生了孩子归谁 归女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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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女主人 她的妾 生了归这一个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些人都在分财产 未来分财产 都分在这个女主人身上 所以为了未来 你知道这个都就是大家族 为了产业的兴旺 为了我这一家 能够分到更多的财产 请问你主人会不会让她的徒 你徒 多多跟我的 努力生长 你啊 就是在这一个概念 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 OK 我们一起 这个看得到吗 经文看得到吗 可以吗 别人讲误一下好吗 我们现在故事说到 雅各有 等于是有四个妻妾 然后生了几个人 十二个人 就变成十二个支派 对吗 那现在十二个支派 十二个人当中 有一个叫做约瑟 那我们的故事要进入到约瑟 OK 来一备 耶稣出了 耶稣出了耶稣八 向阿兰走去 耶稣华站在梯子里上说 我是耶稣华女祖先 亚伯拉罕的上帝 也是伊撒的上帝 我要将你现在所讨过之地 示给你和你的后遗 和你的后遗 来 这个是二十八章 创世纪四十六章 接下来 夜间上帝在地下中 对以色列说 雅各雅各 他说我在这里 上帝说 我是上帝 就是你父亲的上帝 你下埃及去 不要害怕 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 成为大主 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 也必定带你上来 耶稣必给你送中 耶稣跟雅各的关系是什么 他们父子关系 但是耶稣他已经到了埃及 被卖到埃及去 他又在埃及成为埃及佛老王的宰相 那雅各要下去 下到埃及去 他很担心 他的未来 上帝在梦中告诉他 你不要怕 你下去 勇敢到埃及去 然后你的儿子 你所疼爱的儿子的耶稣 他会为你送中 意思是他会死在那里 但是他不会孤单 然后在这里出埃及记第一章五到七节 凡从雅各而生的 共有七十人 耶稣已经在埃及 耶稣和他的弟兄 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 以色人生养众多 并且繁茂极其强盛 满了那地 这里说到 一个非常生命非常 遭遇非常艰难的一个人 他们名叫做耶稣 但是这位耶稣 因为心里有上帝 他跟这一位招募者 有一个非常紧密的信心的关系 信仰的关系 然后不管他就是被卖到埃及 在那里出了事情 然后被关了 就是在人生最暗淡的时候 这一位耶稣 他还是紧抓着这位上帝不放 然后再说 诉说这个 紧抓住上帝 跟上帝有亲密关系的人 他的一生 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情 到最后他的人生都会是门戎的 事实上整个圣经都在讲这个故事 对 那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 中间这个系统从耶稣出来 耶稣在埃及他还没有 他的人生遭遇起起伏伏 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是 有一天他被他的老板娘 一个大将军的法老王身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将军的太太 拉住他 这大将军的太太要强抱他 是啊 我这样说错了吗 没有 没有嘛 就是大将军的太太要强抱他 紧紧的拉住他 抱住他 然后就诉说这个耶稣 掙脱了掙脱了祖母的强抱 跑出去了 来 我请教你各位 你在读圣经好像你们都没有 你们都没有这样的问过这一句话 奇怪 当那个老板回来的时候 怎么没有把他的太太修掉 或者当依据当时的女人 你的太太竟然去强暴别人 为什么他的丈夫回来 没有处罚他的太太 而是把他所最恨爱的耶稣 下到街里去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坏 为什么 接击地位 接击地位 我告诉你 到目解位置没有一个牧师告诉你实相 我现在要讲的是正话 就在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奴隶制度之下 所有家里的男徒人 都有义务让女主人高兴 也是她的性工具 了解吗 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男主人的性工具 包括女主人有权享受里面所有的敌人 耶稣竟然 女主人需要她 她竟然反抗 你了解这个背景吗 这样一个传统到了罗马帝国时代还存在 所以这个时间差至少两千多年 还存在这样的 这是在奴隶制度下 所以男主人有权可以享受 女主人也有权可以享受 所以他们谁也不会计较 到了东方的帝国 延宁清这些帝王王朝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有没有 一样 皇帝里面不是有一堆的女人吗 然后就有一堆的太监吗 穷太监都拿掉了 那你人那么多 皇帝一年用不到一个 那他们在享受如何过那样的寂寞的生活 里面都一样都有这样的一个 假如你进入历史 好好去探究历史的背后 你可以知道 那是一遍另外一遍王室里面的生活 我这样子说有没有脱离世事 没有 为什么 我现在讲的是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一位主人那么疼爱的青年 那么优秀的青年 当主人回来的时候 祖母道状竟然处罚的不是祖母 而是耶稣下践 那背后的因素就在这里 不管生命的造物怎么样 这一位选民 他有上帝的信仰 他有这样一个上帝 在他生命里面 他是上帝所卷选所宝费的 然后他从这样的信仰的确立之后 他一生要持守一个信念 就是上帝给亚伯罗安的命令 我会祝福你 我会让你成为强大 我要让你的人生命的未来 充满了与众不同 但是我祝福你了 你要成为别人的是吗 祝福 我祝福你了 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高居你了 你要成为别人的帮助 就是这一位 在这样一个信仰之下 每一个心里有上帝的人 假如你是一个进化论的相信者 你不必有这样的使命感 但是只要你是一个心里有上帝的人 你无时无刻你都要这样 因为生命被造一定有它的功能跟目的 你的目的就是捡抓住上帝不放 然后你在寻找上帝如何引导你 你在生命的任何一个地方 你在那里存在有你的价值 有你的目的 你一定要找到它 然后你发挥它 这是我要带大家读的马太基因第一章 对不起 好像 这样子看得到吗 好 我们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们一起来练一下 耶稣的家谷如下 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代 大卫是亚伯安的后代 亚伯拉罕生以赛 生亚特 亚特生犹大和他的兄弟 犹大跟他马生法勒斯和谢拉 法勒斯生西斯伦 西斯伦生亚兰 亚兰生亚敏拿达 亚敏拿达生拿瑟 拿瑟生生赏 继续 来 赏跟拉和生华士 华士 混路的生 Hurry between 1 understood 赫别的生耶稀 耶稀ção 大卫王 大卫王跟葡里亚的妻子 生所罗目 Spotify 爲什么 要解到家谷 家谷就是很清楚一个传承 对吗 就是再看 但是人類史這樣一直過來 在人類演變的歷史當中 明明就有一個主軸 不管在這個主軸有許多人離開上帝了 但是這裡有一個枝有一個根 它不管世代如何轉變 這一個根它永遠一直傳下去 誰繼承了這位上帝的信仰 誰繼承了上帝的呼召 誰繼承了這個祝福 誰也成為繼承了這個信仰 這個上帝這個呼召的人 他也繼承了他對世界周邊的影響力 所以這個信仰的傳承 跟福氣的傳遞是有直接關係的 請問這一 每一個人都是 謝謝 你這麼好的人 謝謝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祝福 謝謝 請問每一個有信仰底子的人都是 都是很有道德的人對不對 是不是 現在我再問你一個很挑戰性的問題 每一個繼承這樣一個信仰的人 一定都很有道德 對嗎 在哪一方面 不一定 你的道德標準 不一定 OK OK 你的道德的標準 在哪裡 在哪裡 那個道德的標準 每一個世代也不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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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就跟你說了 那個 聖經有那個 聖經的傳統 都是有期有竊 對嗎 不只這樣 奇怪在聖經裡面 處處都有記憶 那好像我們現在 很有道德的基督徒身邊 都沒有記憶 聖經的歷史 我告訴你 既你查了一個很大的角色 很有趣 很有趣 猶達跟他嗎 這是他 這是他的媳婦 這是他的媳婦 十二個支派當中 非常重要的 耶穌是從猶他人 支派出來的 這麼重要的一個人路 他竟然去開十五 開到的十五 又是一個媳婦 生了法律師 和阿法律師 和阿法律師生 一個生亞人 你懂 西高 OK 這也是一個助詞 再來 撒門跟拉爾 拉爾也是基 撒門跟拉爾生波阿斯 然後波阿斯跟路德生 阿別德 阿別德生 耶穌 耶穌生大衛王 大衛又跟誰 撒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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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重要的所謂 那麼重要的所謂 居然是大衛殺死了他手下的一個家軍 奪了他將軍的妻子 所生的兒子 生出了所謂 各位我在這裡 讓你 我只是點出 我只是點出 這個聖經的主軸 最主要它是 要你認識這位上帝 他要好好地抓住上帝 然後你抓住了上帝之後 上帝會給你一個應許 你要好好去抓住那個應許 雅各 你認為雅各這一個人 好還是他的哥哥 以嫂 論道德來講 以嫂比較有道德還是雅各 比較有道德 哥哥比較有道德 雅各很詭計 很詭詐 這一個很詭詐的人 但是雅各比他哥哥好的一點是 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要抓住上帝 我就是要抓住上帝的應許 對嗎 他的哥哥人很好 但是他的哥哥對這個信仰 對這個應許 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 所以在他咳的時候 飢餓口咳的時候 隨隨便便就把那個 長子的生物給賣出去了 雅各是老二 他就是拼命一直要得到上帝的 長子的應許 拼命的 用欺騙的說法也好 也好 所以我告訴你 上帝的惡理不一定都是 我這樣子說 我這樣子說不是說 我要鼓勵你們啦 我只是說 這個歷史這個主軸 我點出了這個主軸 聖經的主軸 要每一個人 要好好抓住上帝 不管你是誰 你抓住了上帝 至少你不會比那個 沒有上帝的你更糟糕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 你好好抓住上帝 搞不好從你這一代 或者從你的兒孫 會產生 搞不好會產生一個 非常非常有貢獻的 人物出來 我講的這個 是不是聖經在談那個東西 所以每一個細節的倫理道德 不是聖經要談的主軸 你在這一方面很弱 但是你在那一面很強 你在許多東西很強 但是某一些地方你很弱 每一個都有它的強跟軟弱的地方 所以我們都 不管你是誰都要告白 上帝啊我們真的是軟弱的個體 所以不管怎麼樣 然後回到這裡來 各位就在這兒 難道耶穌就要誕生 耶穌繼承了這個 而且耶穌祂是集大成八 祂跟上帝的觀念就是 上帝是祂的天父上帝 然後祂從上帝那裡來 然後道成若生住在人間 人間有那麼多的問題 那麼多軟弱跟無助的人 耶穌基督上帝的兒子 就住在人群當中 然後成為我們的朋友 要把你跟我帶回到上帝的面前 耶穌基督完成的世代 祂是最perfect一個人 祂是最perfect的那個信仰的寄生者 然後三十歲到三十三歲 三年半 祂竟然留下了這個改變世界的 新的價值 新的世界 那誰可以來繼承這樣的信仰呢 每個世代上帝都在呼召天國的使者 每個世代 每個世代上帝所造的世界 都需要人在這個角落 在那個角落成為上帝的使者 上帝的使者兩個重要的角色翻譯 一個就是不斷的建立跟上帝的關係 第二 要使人因你們福 那在張基我們就男醫師 兩代四個人 他們把所有的資源帶到 一百二十年前的台灣 社會背景環境那麼不足 兩代四個人留下 今天的張基企業那麼大 他們回去的時候 每一個人就是兩個皮箱空手回去 沒有帶走誰的關係 留下他們的祝福 這個叫做基督徒 你知道這裡有一個謝偉牧師 你知道他是誰嗎 謝偉牧師 他是一個外科醫師 後來又變成內科醫師 然後他又是牧師 然後他自己的父親在南口開了一個醫院 他跟他的太太也是醫師 竟然他一個禮拜只回父親的醫院 做一天其他五天都在外面 包括現在的惡靈基督教醫院 包括北門羽營那個烏角病院 烏角病院的烏角病就是他發現的 然後他一個禮拜五天都在外面跑 一公完全一公 他在做愚笨的人 這個世界需要愚人 然後他在南口那裡跟埔里開了兩間醫院 訓練原住民的那個護士跟一些護理人員 照顧以及照顧那個感染病的人 他在那裡開了兩間醫院 在那裡看了病人之後 回到家裡吃個午餐 然後又開車趕到惡靈下午的門診 他的牧師娘告訴他說 你整天這麼累 多躺一下吧 他說一句話 我早一分鐘到那裡的人 那裡的病人就減少一分的病痛 所以他車子一開 不了幾分鐘就撞車 自己開車撞事 事實上那裡還有一個政治的秘書在那裡 沒有時間感染那麼多 他就死掉了 才五十歲則又 你知道 這個世界上需要有人繼續 現在有許多現教師 你知道有些現教師 在台灣很偉大 但是他的兒子已經離開上帝了 謝文牧師的兒子也非常埋怨上帝 我的父親完全為上帝你付出 那為什麼他的生命 竟然你就這樣子把他拿走了 所以他的兒子 至少大概三十年不去教會 後來現在等老了又回來了 這個信仰不斷在告訴我們這個 有人 甚至在我們的家族裡面 在你的家族裡面 有人走進來認識上帝 只有傳統的基督徒走出去 放棄上帝 但是這個信仰不斷在告訴我們 誰能夠緊抓住這個信仰 他繼續要回上帝國度裡面 那個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傳承者 上帝要祝福你 他要保守你 但是當你被上帝點名的時候 你成為一個被拳選的人 你要被拆選到任了一個你繳道的地方 在那裡祝福那一塊土地的人 你就今天已經成為那一個人 耶穌說你們來跟從我吧 好 那希望我們真的能夠來傳承這樣的信仰 聖誕節到了 這是你我我一起的責任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上帝我們把我們每一個人交在你的手中 謝謝你 為了愛 才請耶穌基督在我們當中 愛是一切生命的總綱 因為我們真的在你面前 領受這樣的信息 我們是你所造 我們是你所愛 我們的生命一定有我們生命 在你眼中的功能跟價值 希望我們的一生就在尋找祂 有多出祂 公耶穌基督的名的感謝 謝謝 我們這個想回憶詩的恩典之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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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好 好 好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守 将我轻轻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守 请引我走这人生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你爱我走这一路 高尚我的目 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终为路 你爱我人是我 永远不遍地去 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守 将我轻轻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守 请引我走这人生 一步又一步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守 将我轻轻抓住 将我轻轻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守 请引我走这人生 是恩典之路 好 我们现在来读好证经